万物皆可加茅台 酱香拿铁刷屏之后酱香茅台味火锅来了 最近长沙一家餐馆就推出了这样的锅底 售价是为128块钱一份 宣传说是金蒋牛油火锅料理 搭配贵州53度非天茅台 锅底是浓郁艳烈 每一份酱香茅台火锅当中含有8毫升的贵州茅台酒 用餐现场当面添加保真保证 哎呀这想不到茅台也混成料酒了 这加了酱香茅台的火锅会是什么味道呢 还有一点我想问问 说之前咖啡家茅台推出的酱香拿铁 人家是有茅台授权的 你这火锅店拿茅台说事 授权了吗 这茅台真的假的呀 为了乔政这些疑问还真有人联系了事实的火锅店 工作人员说只负责运营不清楚茅台是否进行了授权 而茅台官方克服的说法是目前与这个火锅店没有相关的合作 如果这样的话店铺用茅台酒打广告可就金全了 除了茅台真伪不少人对存放安全也是心存疑虑 毕竟每次只有8毫升 那剩下的茅台怎么封存呢 还有吃了酱香火锅之后是否会涉及酒驾呢 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封锁问题自己不清楚 但肯定是没有酒驾的情况 因为乙醇在85多左右就挥发了 店内的火锅汤底烧开的都有一百多度 所以可能会将乙醇全部挥发掉 有一个小细节 这个火锅店在去年就曾经尝试过酱香茅台火锅 但是没有持续 我觉得这是不是说明消费者当初就不是很认可呢 今年在酱香拿铁推出之后跟风 这明摆着就是蹭流量啊 网络时代成也流量败也流量 无期呢就有一个商家在未许的商标授权的情况之下 自制茅台咖啡 在社交平台进行宣传 最终呢因为没有贵州茅台的相关授权 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罚 侵权之痛数额赔偿未必伤得起啊 我想说呢茅台不是料酒 它的酱香啊不是在火上煮出来的 而是入喉之后被品出来的 而茅台家不是一用就灵更不宜一杯皆一杯呀 欢迎关注说天下我是亦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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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